贫富处子,不下路于某 曹操为何会如此愤怒 刘关璋三兄弟联手击败吕布后 十八路诸侯即刻出兵迎战董卓 双方经过一场大战后 董卓的大军节节败退 曹操带领布终于攻破古牢关 危机关头董卓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迁都至长安 同时董卓下令 将皇宫内所有带不走的东西 全部焚烧殆尽 为的是不给敌军留下 就这样数百年汉都洛阳成为一片废墟 另一边担任先锋大将的孙坚 此刻急需盟军的支援 不料十八路诸侯为了自身的利益权都按兵笃动 曹操直言当今有个天大的功劳摆在眼前 孙坚自愿率领一路步兵开进以无用武之地的洛阳城 而曹操则是集中所有的骑兵追杀董卓结回天子 孙坚进入一片废墟的皇宫后 意外获得传国玉玺 把他激动的差点哭了 而另一边的曹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狼卫不堪地拉着刘备一同去找袁绍算长 原来曹操在星夜追杀董卓之时 不料突然遭遇吕布的伏击 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差点丢了性命 曹操得孤军追杀 勇冠三军随败有容 是吗 我也有一句痛彻心扉的话 想说 你说 说 匹夫数子 不相欲谋 原来自从十八路诸侯会盟以来 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打败袁绍 可应是被袁氏兄弟二人给生生错过 曹操怒对完袁绍决定离开盟军再做打算 就在这时刘备也表达出了自己对袁氏兄弟的不满 可刘备宁肯落入草马 也羞于二等卫 另一边孙坚得到传国玉玺后如获至宝 以战伤复发为由向袁氏辞别 准备返回江东 可是袁氏兄弟早就惦记着孙坚手中的传国玉玺 怎么可能轻易放他走 没人 让孙坚打下 张三 亮 闲 闲 闷 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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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